另外我们说战略是一种观念 是想强调什么呢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营销的时代 换句话说是感性消费的时代 什么意思呢 各位朋友注明注意到 现在在很多行业很多产品 它的价格远远偏离成本 比如说再好的法国化妆品 就它的生产成本而言 一小瓶不过就是几十美金 但是在极品店里销售的时候 它可以卖到几千美金一瓶 为什么成本几十美金的东西 在极品店里头可以卖到几千美金呢 说明这种东西的价格 不是由成本控制的 各位都知道 RV路易威登这个品牌 在巴黎专卖店里头很小一个昆包 可以卖到五千五元 也就是五万块钱人民币 买一个很小的包啊 我看拿金丝都能把它缠裹起来了 但我想问各位朋友 知道不知道 RV产品的售价里头成本占多大比重 我给大家三个数字 大家猜一猜啊 85% 65% 25% 大家会猜哪个数字 可能会猜25%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真实数字多少呢 只占6% 换句话说 在多数情况下 你买多数的RV的产品 花一百块钱 只有六块钱 是它的成本 剩下94块钱 都是品牌所带来的 富家价值 那照世界最著名的品牌研究公司的研究啊 比如说 像麦当劳 市值里头 70% 实际上是它的品牌价值 这个品牌价值 包括它独特的产品设计 还有比如说 大家都熟悉的 金色的这个拱门 那都是它品牌价值的一部分啊 可口可乐 市值里头 大概有60% 是它的品牌价值啊 就说这样一些公司啊 市值里头 很大一部分 都是因为品牌做的好 带来的富家 富家价值啊 富家价值啊 所以说当你问麦当劳 或肯德基 可口可乐的总裁 他在出售什么产品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他出售的不是可乐 也不是汉堡 而是娱乐啊 我不知道 听众助美注意到 经常去肯德基 麦当劳吃饭的回头客 主要是什么人 什么人老乐去肯德基 麦当劳 大家都知道 儿童和青少年 为什么儿童青少年 老乐去肯德基 麦当劳呢 是不是说麦当劳的汉堡 营养价值特别高 口味特别好 大家知道不是啊 就营养价值和口味而言 以我个人的观点 麦当劳汉堡 重启量 就是我们北京早晨 炸煎饼果的水平 没办法和咱们江浙 上海的小吃比 也没办法和广东的早茶比 但是我想问大家 广东早茶也好 江浙小吃也好 有没有一家比馆饭店 现在把你的生意 做到全国全世界去啊 至少现在还没有 但是麦当劳肯德基 却能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 他经营的不是一个实体产品 而是一种功能 肯德基麦当劳的招贴化 广告宣传 包括促销措施 都是针对儿童的心理设计的 包括麦当劳叔叔的形象 就是儿童们特别喜欢的 卡通小储形象 同样的你去问宝马汽车公司 老斯莱斯轿车公司总裁 他在出售什么产品 他会告诉你 他出售的不是汽车 也不是交通工具 而是豪华 如果我问各位听众 尤其是当老板的听众 你们上下班为什么要做高档轿车 你们可能会回答 因为当老板 工作忙 节奏快 有车方便啊 应当说这个回答 也是对的啊 但其实对各位而言 之所以上下班 走高档轿车 至少有30%到40%的成分 市委的体现 自己的身份 地位 还有公司的形象 所以说人家说 世界跨公司的老总 出差也好 开会也好 要坐飞机和轮船的偷走舱舱 要住五星级酒店 而不是随便的 迁就和对付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北京上海财富论坛开会的时候 北京奥运会 上海市博会 开幕式 闭幕式 世界一些跨公司的老总 到北京上海来 都是做什么来的 都是做专机 包机来的 很少有人坐火车 从欧洲经过长途把设过来的 就是要叫全世界消费者 看看我这种大公司的实力 地位 和影响 大家想一想 哪一天张人民总裁 如果心血来潮 说自己六十几岁了 应当家常体育锻炼 骑着自行车 到青岛某家银行去办事 会出什么结果 头一天下午跟他约好了 给他办事的银行处长和主任 一看张人民总裁 骑自行车来了 可能该办的事都不敢办了 而是慌慌张张的 跑进行长办公室 说什么 还是不行了 出事了 张人民骑自行车来了 十有八九可能会出现 这种结果 大家到世界各大城市 旅游观光 是否已经发现了 世界各大城市 最豪华的建筑 一般是什么地方呢 是世界各大银行的总部 和分离出大楼 为什么世界各大银行 要把总部和分离出大楼 盖得富丽堂皇 那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奢华 而是为了给储户 增加信心 但是我们中国老百姓 习惯于把银行盖高楼大厦 当作是行业腐败的象征 但我可提醒听众和朋友 如果您家的太太 老公 家长是银行领导 你可千万不要听老百姓反腐败 找几间茅草房 就做金融业务 那可就坏了 包括骂你腐败的老百姓 当他家里真有钱 要找银行存的时候 可能也是找 越腐败的银行 越往里存 因为他看到你这个腐败大厦 心里比较踏实 反过来他有没有道理 万一你这银行破产了 你那腐败大厦 还可以卖了 低点债 你找几间茅草房 风雨飘扬 谁敢往你那里存钱呢 各位听众可能知道 过去我们大学教师 在课堂讲课的时候 有些老教授 怕粉笔把衣服弄脏了 有的是在这儿套袖 有的是照上一件工作服务 现在我们大学教师 尤其我们商学院的教师 都不这样做 而是西装隔离的 走上讲台 要把美好的一面 展示给市场和听众 我这是衣服 就是全家最好的衣服了 我本来还问合作的朋友 录像的朋友 要不要扎领带 他们说讲课 最好是轻松一点 选了我家里的最好一件 休闲西装和最好的休闲衬衫 来到这里了 有的时候要注意到公司的形象 这是战略是一种观念 其实各位 为什么说理念很重要呢 因为这个理念 指导你的实践经营和操作 也不太好 需要更多的 这个事情 请不吝点赞